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十集 在完成了照片全局调整之后 就需要对局部的影调和色调进行微调 哪里该深 哪里该浅 对局部的控制可以说让照片里的内容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创意服务 这在胶片时代就已经拥有的特殊技法在Luminar 4当中也可以轻松的实现 这种方法不仅对彩色照片有明显的效果 在黑白照片上也同样有效 在后期照片的时候 我们需求是追求平衡高光和阴影之间的关系 这在城市风光照片当中体现在天空和地面建筑的光纤亮度比例 也就是天空通常都是比较亮的 而地面和建筑相对来讲比较暗 在调整这样大面积光比不平衡的时候 可以选择专业功能界面当中的可调渐变工具 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点击设置取向之后照片当中就会自动的添加一个滤镜 也就是这三条线 根据照片当中光线的特点可以自由拖动渐变到合适的位置 将鼠标移动到中心线上就可以自由的改变渐变的方向 上下两条线代表着渐变的范围 这两条线距离中心线越远 渐变过度就会越柔和 把这两条线拉得离中心线更近 就会让渐变过度变得更生硬 在大多数的案例当中 我们都是用软渐变让画面更自然 也就是上下两条线距离中间这条线非常的远 因为天空与建筑和地平线的间隙并不规律 如果使用硬渐变的话 会让建筑部分的光线看上去过度非常的不自然 只有遇到海岸线这种边界分割极其清晰的案例的时候 才会使用硬渐变来调整 通常我们就以地平线和建筑的位置作为中心点 分别调整天空和地面的曝光 也就是工具界面当中的顶部和底部 顶部代表中心线以上的位置 而底部代表中心线以下的位置 例如在城市日落的照片当中 我们如何使用可调渐变来改变这张照片的现状呢 比如这张照片呢 它现在的问题出现在天空的部分过亮 而下边的部分呢 有的部分呢太亮 有的部分太暗 所以我想要分别调整建筑以上的天空 以及建筑以下的地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增加一个可调渐变 点击设置取向 将这个中心线呀 移动到建筑上面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建筑和天空之间的过渡更自然 首先我们来调整天空部分的曝光 我想要让它的曝光度降低一些 所以可以看到 当我调整曝光度的时候 只有天空部分的曝光受到了影响 增加一点点它的对比度 降低天空部分的一点点阴影 那么通过这个设置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改变天空部分的白平衡的 如果想要让粉色过多的话呢 我就可以让它更暖一点 然后在自然保护度里边增加一点点的鲜艳程度 然后呢我们来调整底部 降低高光 提高阴影 增加对比度 然后我也可以改变底部的白平衡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调整前和调整后的对比 经过对比可以看出原本是头青 脚重的照片 通过可调间变工具呢 完美的平衡了上下的光线比例 影调的明暗可以起到营造气氛 突出重点的作用 这在后期照片的时候呢 很重要 因为大多数的设置啊 都是调整整张照片的曝光 有些时候呢 阴影的内容不一定要被露出来 例如在这张照片里 我提高了整张照片阴影部分的曝光度 但是呢 我并不想要让树周围的植物太亮 把它们调按一些呢 可以更突出画面中间的树枝和红叶 当调整这类部规则选区的时候啊 需要通过手动调整 在专业功能界面中的加量加深工具 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一点 在开始之前啊 我建议一开始就把总金额数值调整到50 这样呢 在最后还可以通过这个参数啊 来自由的增加或者是减少整体的效果调整量 总金额这个翻译呢 有点憋脚 大家把它理解为调整总量就好了 点击开始绘图 进入到工具中 有三个选项呢可以进行选择分别是变亮 变暗 橡皮擦 在这个案例中呢 我想要让局部按下去 那么我选择变暗工具 先调整笔刷的大小 推荐一开始呢 选择大尺寸的笔刷 例如在水边的位置啊 大尺寸的笔刷呢 不容易被看出涂抹过的痕迹 这样呢就可以很好地控制边缘的过渡 强度呢也不要选择太大 通常啊我会使用10至30之间比较柔和的笔刷 也许涂抹效果并不明显 但是经过反复涂抹之后呢 效果就会出来了 这样循序渐进的进行涂抹 也可以显得更自然 在涂抹过程中 不小心选多了 也不需要担心 在全部选择完成之后啊 使用橡皮擦工具 去掉多余的部分就可以了 全部完成之后呢 再回到总金额来微调整体的效果强度 这也是我在一开始建议将总金额调整到50的原因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